可下一秒,自己的双脚却被缠绕住了,去死吧,下一秒,百里龙眼赶到,一拳打在他脸上,难以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百里龙眼,不是说湛王殿下,被困在某处秘境回不来了吗?你以为拖住我,就可以对岳大师下手了,好可怕,必须逃,我不要死在这,孤雅逃离后,那蓝天月想着去追他,没想到百里龙眼突然倒了下来,一看,身上的腰纹已经显现出来了,腰力外泄, 立刻让狐狸安排一间房间,谁也不许靠近,天月你做什么,和你双修啊,不然怎么让你的腰力平息下来,那蓝天月被吻得晕晕沉沉,那蓝天月满肚子的怒气都被他吸走了一样,腹不过几只蝴蝶,身子也渐渐软了下来,脑子开始有些迷糊,软软的手臂也忍不住搭在他的脖子上,两人瞬间滚成一团,那蓝天月趴在床上,累得连跟手指头都不想动了,本王不在这段时间辛苦你了,百里龙眼搂着他圆润的肩膀, 在他脸颊印下一吻,少给本宫灌迷汤,那蓝天月却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脸推开,然后下床穿好衣服,说,你到底去了哪里,竟然这么久都没个消息回来,那蓝天月眯眼问道,卓风不是传信回来告诉你们,本王和柳大师去了一处秘境吗,百里龙眼赤着,精壮的上身,懒懒地躺在床上,一点都没有起床的想法,哼,什么秘境竟能让湛王殿下这么流连忘返啊,那蓝天月捡起他的衣服,往他脸上一扔, 一点都不想看他这得意的模样,本王先给你看一样东西,你就知道,本王为何流连忘返了,百里龙眼把胡在脸上的衣服往床头一扔,然后从食指的乾坤戒中,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玉盒,打开放在了那蓝天月面前,地阴土,那蓝天月瞪大眼睛,难以置信地看着玉盒里面,正不断蠕动的地阴土, 那血红的颜色,就和他在拍卖会时候,看到的一模一样,少扯那些有的没的,再不老实交代,别怪本公不客气了,那蓝天月抓住百里龙眼胸口狠狠凝了一把,痛得他倒吸一口冷气,俊脸差点歪掉了,他在这里为他提心吊胆,还要帮他,守住这万宝阁,追问他的行踪,一点都不过分,好吧, 其实本王,是被妖鬼联盟引入那个秘境的,百里龙眼老老实实地,把自己去到柳大师那里,生的事情说了一遍,他自从听那蓝天月说,顾子熙不对劲以后,就有些担心柳大师的安全,便抽空去找他,没想到去到那里的时候,柳大师已经被妖鬼联盟抓走了,他跟着线索追踪到那个秘境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柳大师救了回来,其实本王早就能把柳大师救出来了,就是为了抢着地阴土,才拖了那么长时间,百里龙眼,这可没有 撒谎,这地阴土,真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弄回来的那个地阴土的主人不简单,你以后看见他,也要离得远一些,百里龙眼收起笑容凝重地说道,还有一件事情他没说,就是那个地阴土主人,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,就好像在哪里见过,但就是想不起来,说来说去,你这次去秘境,就是中了妖鬼联盟的陷阱啊,那蓝天月挑眉,没想到百里龙眼也会有范唇啊,哼,那蓝天月看在地阴土的份上,总算不再说他了,对了, 孤雾雅的事情怎么样了,百里龙眼也只是略略听金掌柜说了一些,具体还要问那蓝天月才行,现在可以肯定顾紫熙,已经已经把孤雾雅杀死了,现在孤雾雅就披着顾紫熙的皮,在宫里迷惑宣武帝,那蓝天月想到宣武帝借口找太子,想要查封万宝阁的事情,不由得冷笑了一声,你的好堂兄,现在已经被枕头风吹动,看样子是想要和你做对了,我这位堂哥虽然好色,但还不至于误国,他想对付我也不全是因为孤雾雅, 百里龙眼无所谓的说道,宣武帝虽然是雷国的国君,但声望却比他差了十万八千里,在雷国,别人还会称他一声皇上,在其他凌晨,别人只说湛王殿下的堂哥,这对宣武帝来说,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,只不过以前的他会把这份嫉妒,深深地埋藏在心里面,现在被孤雅一扇动,他的嫉妒便汹涌而出,准备责任而逝了,那你就任由他们这样对付你,那蓝天月邪腻了百里龙眼一眼, 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,哼,怎么可能,百里龙眼向来慵懒的笑容,带上了一丝冰冷,明天本王就入宫,惠惠我的好堂哥,免得他真以为本王死在外面了,本宫也和你一起去,那蓝天月也想去惠惠孤雅,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,可以,既然咱们明天要一起入宫,不如你今晚就留下来陪本王吧,百里龙眼不死心地说道,做梦,那蓝天月白了他一眼,是一次还不够,还想顿顿都吃,也不怕,被撑死好吧, 百里龙眼也知道,占便宜要适可而止,又亲了他一下,这才放他起来,赶紧穿衣服下去,想让万宝哥所有人都等着你吗?那蓝天月再次捡起百里龙眼的长衫,扔到他头上,便下楼了,狐狸不宜有他,立刻躬身向百里龙眼禀告道,殿下,属下联系宫中密探得知,太子昨晚伤人逃跑的事情有古怪,其实并没有侍卫被杀死,太子是突然就不知所踪的,看来这又是孤雾雅的手段了。 那蓝天月一听就知道太子,又被孤雾雅当枪使了,那太子现在在何处百里龙眼问道,宣武帝打着捉拿太子的旗号,想要封锁万宝哥,那他自然是要把太子找出来,还自己一个清白了,属下已经派出灵魏四处寻找,但是并没有献太子的身影,他也没有回葛家那里。 狐狸已经把太子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,但是没有任何线索,太子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,看来这个问题只能问孤雾雅了。 那蓝天月看向百里龙眼问道,你觉得是我们去问比较好? 还是让皇上去问比较好,如果是他们去问,和孤雾雅的事情就是在私底下解决,让宣武帝去问,就要在他面前揭穿孤雾雅的妖鬼身份,这个办法有些麻烦,他不是很想干。 明天入宫看看再说,百里龙眼谨慎地说道,他刚回上京,许多情况还不了解,不能贸然做决定。 好,那本宫先回去了,明日再来找你。 那蓝天月起身想走,却被百里龙眼一把拉住了小手,本王离开上京这么久,还有许多事,想和那蓝大小姐讨教呢。 百里龙眼说的一本正经,手指,却在他嫩嫩的掌心,轻轻地挠了挠,明显就是想调戏他。 本宫觉得,金掌柜完全可以为湛王殿下解惑。 那蓝天月反手握住百里龙眼作孽的手指,长长的指甲,用力抠了下去,百里龙眼的手指,虽然被抠出血了,但他脸色仍然不变,反而眯眼看向金掌柜,缓声问道,金掌柜不是还有事情要办吗? 事实是,金掌柜立刻之躯地站起身,极其迅速地离开了。 金掌柜走了,只能由您来解惑了。 百里龙眼笑得一脸的无耻,不好意思,本宫也有事要办,告辞。 那蓝天月毫不留情地把手抽了回来,恨不得把他脑子劈开,伤还没好发情,一次不够,还想一晚上,鬼才陪他疯。 百里龙眼可惜看着那蓝天月离开的背影,暗叹,刚才应该多滚几次才是,下一次开婚,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 那蓝天月回到飞红院,便把乌叶灵招了过来,大小姐,找我有什么事? 但是,乌叶灵正在给大伏地施肥,裤腿还卷着呢,小花跟在他身后,一段时间不见。 这小傀儡的看起来更加灵性了,给你看样好东西。 那蓝天月把装着地阴土的玉盒拿了出来,这是什么? 乌叶灵疑惑地接了过来,打开一看,不由得惊呼出声。 这,这是地阴土吗? 没错,有了这地阴土,大伏地应该可以再生一阶了吧。 那蓝天月最近用了不少回魂花来修炼,大伏地的产出的回魂花,已经有些不够用了。 完全可以,我这就去弄。 乌叶灵不等那蓝天月回应,立刻拿起地阴土,往后院跑去。 小花朝那蓝天月行了一礼,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,这才离开。 这小傀儡,不会生灵了吧? 那蓝天月不由地念叨了一句,这傀儡生灵有利有弊。 若是忠于主人的灵,自然是好助手。 若是对主人不利,那就很有可能为了自由是主了。 就在那蓝天月,想着什么时候给这青铜小傀儡,好好检查一下时, 巧云从门外飘了进来,大小姐奴婢已经把翡翠从国舅府带回来了。 现在就安置在东大街一所宅子里面,巧云去国舅府时候,正好碰上禁卫军在抓人抄家。 翡翠躲在屋子里面被抓出来的时候,有个猥琐的禁卫军见他漂亮,就想调戏他。 好在巧云及时赶到,给那个猥琐的禁卫军下了狂乱咒。 趁他狂大闹的时候,偷偷把翡翠带出来了,他不敢把翡翠带回飞红院, 便安置在之前大小姐买的一处小宅子里面,带回来就好。 那你有没有问他,以后有什么打算? 那蓝天月对自己人向来很好。 翡翠虽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,但毕竟帮他做过不少事,帮他一把也是应该的。 奴婢问他了,他说,自己已经怀了国舅爷的孩子,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巧云有些无奈地说道,他真怀上了。 那蓝天月真不知道,翡翠是幸运还是倒霉。 之前在国舅府他千方百计想要怀孕,可惜就是怀不上,现在国舅爷被抓了,国舅府倒闭了他去怀上了。 去看看吧,那蓝天月现在也没事干。 大福地的进阶也不用他在旁边看着,去慰问一下翡翠,也是可以的。 那蓝天月换上月大师的装扮,和巧云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,飘到了东大街的院子。 翡翠正坐在屋里待。 这间两镜的院子,比起国舅府,简直小得可怜,就连他得宠时候住的院子也比不上,现在院子就他一个人,没有丫鬟婆子伺候。 就连洗脸的水都要自己烧,可翡翠已经很满足了。 比起国舅府那些即将被流放千里的人来说,他能在这么一所院子里面,用热水洗把脸,已经非常幸运了。 他现在唯一的烦恼,就是肚子里的孩子。 如果是以前,翡翠一定想想法设法把这个孩子打掉,再重新找户人家开始。 但是在国舅府生活的这段时间,他已经对争宠感到有些疲惫了。 最重要是,这个孩子是他千求万求才求来的,之前一直怀不上,他都害怕自己这辈子都不能生孩子了。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,就好比不会下单的母鸡,不管去哪里都没用的。 所以,他就在思考,是不是干脆把孩子生下来,不管怎么说,好好把孩子养大,以后也是个依靠。 方正他现在已经不指望去靠男人了,可是不靠男人,就凭他这么一个戴罪之身,又要靠什么来养活孩子和自己呢? 如果想生就生吧。 这是一个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。 翡翠连忙转身看去,就看见月大师,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袍,不知道什么时候,就站在他身后了。 奴婢见过月大师,多谢月大师救命之恩。 翡翠连忙恭敬行礼道,本宫说过,你帮本宫做事,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 那蓝天月淡淡地说道,他刚才就已经和巧云进来了。 见翡翠摸着肚子,一脸纠结痛苦,就知道,他并不想拿掉这个孩子,女人为母则刚。 若是翡翠选择生下孩子,他自然会帮他,多谢月大师。 翡翠感动得热泪盈眶,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,就是遇见月大师了。 这是一千两白银,你待在身上,回老家去吧。 多谢月大师,翡翠看见,这蝶银票,顿时安心了。 他以前也是苦日子出身,知道这么多银子,只要省吃俭用的花,足够他这辈子花销了。 那蓝天月安排妥当,正要离开的时候,却又被翡翠叫住了。 月大师奴婢,还有一件事情想问您,太子殿下真的谋逆了吗? 翡翠小声地问道,国舅府之所以被抄家,就是因为太子犯下了谋逆罪。 你为什么这么问? 那蓝天月挑眉,难不成这翡翠还想着国舅府重新崛起,他还能回去当他的主子。 翡翠犹豫了一下,最后还是说道,奴婢昨晚上看见有人,送了一封密信给国舅爷,好像是太子殿下送来的,你确定是太子送来的? 那蓝天月没想到,狐狸他们便寻不着的太子,竟然在翡翠这里找到了线索,奴婢虽然没看到那封信, 但国舅爷昨晚收到信以后,晚上就做噩梦了,一直喊着太子不可不可什么的。 翡翠就是听到这个,才怀疑那封信是太子寄来的,那封密信现在在哪里? 那蓝天月连忙问道,应该还在国舅爷书房的密室里面。 翡翠回道,他今天看见那些禁卫军只顾着敛财,对书房并不怎么在意。 那蓝天立刻带着巧云,往国舅府赶去,国舅府诸红的大门已经打上了封条,里面的院子也一一被查封。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,在夜色下无比荒凉。 那蓝天月带着巧云,静止来到国舅爷的书房,里面的书架全部倒地,乱糟糟一片。 你在外面守着。 那蓝天月让巧云出去守门以后,便拿出一打红色的纸人往地上一洒。 那些红纸人就到处乱钻。 其中一个红纸人,钻进左边角落的地砖,接着咔嚓声响起,那地砖往旁边打开,露出一个暗阁。 里面放着一个褐色的信封,上面还盖着红色的硬戳。 那蓝天月拿起信封,正要打开查看。 守在外面的巧云,突然出一声警告。 谁? 那蓝天月连忙把信封放进袖子里面,出去一看,现空荡荡的院子,并没有任何异常。 怎么了? 那蓝天月问道,奴婢刚才感觉有人在偷窥咱们。 巧云警惕打量着四周。 那蓝天月带着巧云,在国舅府多了一圈,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 也许是奴婢看错了。 巧云迟疑地说道,大概是囚灵在国舅府住过的原因。 他总觉得,这里阴森森的。 没事,先回去再说。 那蓝天月见天色快亮了。 等会他还要和百里龙颜进攻,实在没有时间再浪费在这里来。 他回飞红院洗漱了一副,换上新的黑色长袍。 这才去万宝阁和百里龙颜会合了。 百里龙颜默黑的乌高高竖起,戴上九龙新猪的金冠。 身穿紫色绣金线,龙纹的颈袍,外批黑色大球,衬得他俊美非凡。 尊贵无比,相比之下,一袭宽大黑衣。 面容整得平凡无比的那蓝天月,站在他身边,简直像跟班一样。 很难让人想到,这两人会有一腿。 昨晚本宫去国舅爷的密室,得到了一封密信。 你看看是不是太子写的。 那蓝天月从袖子拿出那封密信,递给了百里龙颜。 百里龙颜看完了以后,突然笑了。 百里燕鸣这回真让本王刮目相看了,什么意思? 那蓝天月刚才扫了那封信一眼,用词文皱皱的,他看着就烦,也没有搞懂,里面写的是什么。 燕鸣在信里说,当今圣上残暴不堪,他要推翻自己上位,然后造福百姓。 百里龙颜一句话,就把信里的内容总结出来了,他还真要谋反啊。 那蓝天月宪,自己真是误会百里燕鸣了。 原来太子也是这么一个有报复的人,敢在自己一无所有,外加落败的情况下造反。 此等勇气,真是让人佩服。 宣武帝看到这封信,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百里龙颜笑得非常高贵,父子争辩的戏码,一定很好看。 那你打算先去见宣武帝了? 那蓝天月原本想先去见孤雾雅的。 嗯,先去见宣武帝,再和他一起去见孤雾雅。 百里龙颜毕竟是外男,私自进入后宫,见堂兄的妃子,总是不好的。 两人进了皇宫,正要往养心殿走去。 这时,一个矮个子的宫女,突然匆匆走到两人面前。 宫敬行礼道,奴婢陶夜见过湛王殿下和岳大师,贵妃娘娘,想请两位去玉须宫一叙。 哦,不知道贵妃娘娘请本王有何事? 百里龙颜挑眉,没想到自己刚进宫。 顾乌雅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她了。 这奴婢不知,贵妃娘娘只说,您去了就知道了。 陶夜低着头,不敢看百里龙颜的表情,回去告诉贵妃娘娘。 殿下还有要紧事,找皇上商量,改天有空再去。 采访吧。 那蓝天月直接帮百里龙颜拒绝了。 这姑威雅找他们,一定没安好心,其中必定有鬼。 她才不想送上门,让她坑。 殿下,贵妃娘娘让奴婢把这个给您。 还说您看了以后,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 陶夜无视那蓝天月,从袖子拿出一个红色的锦囊,恭恭敬敬地呈给了百里龙颜。 百里龙颜接过锦囊打开一看,里面有张纸条。 她一看上面的内容,俊美的脸蛋,微微有了些变化。 里面写了什么? 那蓝天月见状不由地问道,你自己看吧。 百里龙颜把纸条递给了那蓝天月。 那蓝天月见过一看,只见上面写了一行小字,顾子熙没死,想救他就来找我。 那蓝天月冷笑着收起纸条,朝百里龙颜传音道,顾子熙的皮都被扒了,怎么可能还活着? 这姑威雅撒谎,也不会找点可靠的事情吗? 不,顾子熙没死。 百里龙颜的回答,出乎那蓝天月意料之外,柳大师给了本王一张顾子熙的本命符,上面显示,她还活着。 不会吧? 那蓝天月脑海,立刻浮现出顾智熙被剥掉人皮,血肉模糊的样子。 她秀眉微微促起,不知道顾子熙这样活着,是幸运还是倒霉? 顾子熙毕竟是柳大师的弟子。 如果她还活着,我们应该救她的。 百里龙颜给了那蓝天月一个眼神。 这里是皇宫姑乌雅,闹不出什么幺蛾子。 如果她设了陷阱,想对他们出手。 那简直再好不过,自己当场就可以灭了她了。 那蓝天月觉得百里龙颜这个想法不错,便点了点头。 两人便跟着陶叶转道,去了玉须宫。 陶叶把百里龙颜和那蓝天月带进玉须宫以后,便恭敬地说道,奴婢进去请娘娘,还请两位稍等片刻。 说完就进了内殿,接着就有两个小宫女上来奉茶了。 那蓝天月自然是不会喝这里的茶,她来了鬼眼四处打量,试图寻找姑乌雅的气息,可什么都没有找到。 她昨天晚上被我们打伤,应该没有这么快恢复过来才对。 难道是在顾不一阵,百里龙颜也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,然后摇头说道,这里除了你以外,并没有乌鬼的气息。 这么说她不在玉须宫了,那蓝天月有些恼怒,姑乌雅果然是在耍他们,她正要起身离开。 突然听到内侍传来一声尖叫,殿下,您怎么能这么对贵妃娘娘,那声音极大,便是连殿门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 那蓝天月心里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,立刻冲进了内殿,只见刚才引他们进来的陶夜,一脸惊恐地倒在地上,已经停止了呼吸,整个内殿一片凌乱。 就好像土匪进来扫荡过一样,多宝架,上面的东西散落一地,内殿的红木大床旁边散落了一地的衣服,就好像被谁撕破扔在地上一样。 此时那张红木大床上,正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,百里龙岩跟在那蓝天月身后进来,扫了一眼,顿时皱起了眉头俊脸十分难看。 那蓝天月眼睛没有百里龙岩好,上前两步才看清了床上的情景,也是大吃一惊,只见床上躺着一具全身赤果的女尸,那绝美的脸上带着惊恐愤怒羞辱的表情,嘴唇子嘴角不断流出鲜红的血液,她白皙的皮肤有挣扎留下的倒到淤青痕迹,仿佛是不堪被歹徒凌辱咬蛇自尽一样。 而这具女尸,赫然是顾紫熙,那蓝天月看着床上死状凄惨的果尸,在想想陶夜死前喊的那声,殿下您怎么能这么对贵妃娘娘,便明白,这是孤雅雅不下的陷阱,想要诬赖百里龙岩个奸杀贵妃的罪名,只是这个手段,也未免太过拙劣粗糙了。 那蓝天月正想上去仔细查看一下尸体,就听见玉须殿门外传来太监奸细的声音,皇上驾到,接着玉须宫的宫女跪地迎拜的声音,出去再说, 白里龙岩手一扬,地上的一件长袍就飞起,戴在顾紫熙的尸体上面,那蓝天月只能跟着白里龙岩走出了内殿,只见宣武帝穿着明皇的龙袍,龙行虎步地走进玉须宫,身后跟着十几个宫女太监侍卫,他看见白里龙岩,果子脸露出略有些不满的神情,战王既然回来怎么不先来见朕,反而来顾贵妃的玉须殿,而且还是从内殿里面走出来,本王原本是想去拜见皇上,只是入宫的时候,有个叫陶夜的宫女说, 顾贵妃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本王商量,本王便带月大师先过来看看了,白里龙岩淡淡地说道,那顾贵妃,宣武帝眼睛看向内殿,他身边的太监总管福公公,立刻议会地朝内殿走去,那蓝天月原本想说,顾紫熙已经死了,好让宣武帝做好心理准备,但见白里龙岩一脸淡定,想了想还是不出声了,皇上不好了,贵妃娘娘,贵妃娘娘她,福公公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, 老脸惨白,双目圆争,就好像见了鬼一样,竟然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了,贵妃娘娘怎么了,宣武帝不满地说道,怎么不出来接驾,皇上,贵妃娘娘,她,她死了,福公公终于扇抖着,把话吐了出来,什么,宣武帝也吓了一跳,怀疑的眼神,立刻落在了白里龙岩身上,白里龙岩仍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,福公公, 去请禁军领过来看看,宣武帝扭头吩咐道,这,福公公一脸犹豫,最后还是凑到宣武帝身边说道,皇上,老奴斗胆请您先进去看看贵妃娘娘的尸体再说吧,宣武帝皱起眉头,但他知道,福公公做事谨慎,必定是有什么理由,才会让他这么做的,他又看了白里龙岩一眼,便和福公公往内殿走去,跟进去,白里龙岩偷偷朝那蓝天月传音道,两人,便跟在宣武帝身后走了进去,宣武帝看到陶爷的尸体, 眉头一皱,脚步不停地往里面走去,当他看见红木大床上顾紫熙,被衣服盖住的赤裹尸体时,顿时虎去一阵,咬牙切齿地问道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老奴不知,不过,福公公顿了下来,迟疑地看向白里龙岩地问道,不过什么,宣武帝看向福公公,眼睛瞪得犹如铜铃,喷出痴人的光芒,福公公吓得扑通跪地,连忙说道,不过老奴刚才听门外的宫女说,刚才陶爷死之前,曾经大喊, 殿下您怎么能这么对贵妃娘娘,所以,所以,后面的话,他不敢再说下去了,湛王,你怎么解释,宣武帝转身,死死地盯着白里龙岩,皇上这是在怀疑本王,白里龙岩挑眉,态度仍是那样的云淡风轻,你从顾贵妃的内殿出来以后,顾贵妃就死了,难道你还想说,这和你没有关系吗?宣武帝愤怒地说道,虽然他恨不得撕了白里龙岩,但却不敢叫来侍卫拿下他,因为叫来,也拿不下,本王进来的时候, 顾贵妃就已经死了了,白里龙岩淡淡地说道,一副爱信不信随便你的模样,那蓝天月安静地站在白里龙岩身后,这么简陋拙劣的现场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是有人想要陷害白里龙岩,宣武帝但凡有一点脑子都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,不过宣武帝却死死抓住白里龙岩,说明他早就想对付白里龙岩,根本不在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如何,白里龙岩事实胜于雄辩,你当真是傻子吗?宣武帝愤怒地吼道,皇上不信, 可以请零一过来验尸,看看顾贵妃是怎么死的,白里龙岩好心地建议道,福公公,把零一叫来,宣武帝冷声下令道,是,福公公连忙出去了,当值的张零一,很快就赶了过来,他看见内殿的场景,不由得打了个寒战,得暗叹,自己最近真是倒了霉玉,上次他当值,皇后娘娘撞死在台阶上,这次他当值,顾贵妃横死在床上, 而且貌似还和湛王殿下有关,这个弄不好,他人头不保了,张零一,得正好好检查一下,顾贵妃和她的宫女,是怎么死的,宣武帝迷眼说道,是,张零一偷偷抹了把汗,先从倒在店门口的陶夜,开始检查起来,见他神情惊恐,像是死前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事情,身上没有任何伤口,只有胸口有道小指头粗细的黑洞, 应该被人用灵光一击致命的,再看顾贵妃,这位死的就更惨了,雪白的皮肤上面带着道道淤青,一看在死前,就是剧烈挣扎过的,虽然表面上是咬蛇自尽而死,但致命死因却和陶夜一样,胸口也被灵光打穿了一个洞,张零一检查过后,便恭敬向宣武帝禀报道,皇上微臣仔细查过以后,县宫女陶夜和顾贵妃都是被人,用灵光洞穿心脉而死的,湛王,整个内殿就你一个灵者,你还有什么话说? 总之,宣武帝就是咬死在场的,只有百里龙颜这么一个灵者,看来皇上已经认定是本王所为,不知皇上打算如何处置本王,百里龙颜还是那副淡定的模样,湛王你身为皇族,竟然基于贵妃美貌,侮辱不成就下毒手,此等罪行天理不容,朕一定会禀明长老团,请长老们做出一个公正言明的判决,宣武帝虽然很想将百里龙颜剥皮拆骨,但嘴上却不会说出来,百里龙颜在整个苍蓝大六都是,极有名气, 就算把奸杀贵妃的名头按在他头上,也不可能要他的命,能削弱他的势力,就已经很不错了,本王说过,顾贵妃的死,不关本王的事情,还请岳大师帮本王做个证明,百里龙颜对那蓝天月做了个请的姿势,哼,别想拿个乌鬼出来招摇撞骗,宣武帝不善地说道,看来皇上已经忘了,顾贵妃也是一名乌鬼,那蓝天月好心地提醒道,宣武帝脸色一僵,他眯眼看着那蓝天月, 皇者的威严重重朝他压来,只可惜,这点威严对那蓝天月没有任何作用,他静止走到红木床边,指着顾紫熙的诗,对张灵依说道,张灵依见过这么多尸体,难道还没有发现这其中的蹊跷吗? 额微臣奴顿,还请月大师指教,张灵依连忙攻身行礼,他知道,这个月,大师是个有本事的,不敢在他面前拿瞧,最重要的他,并不擅长验尸,遗漏一些事情也很正常,顾贵妃死了这么久,还脸色红润,手掌温暖,血流不止,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? 那蓝天月说道,张灵依听他这么一说,再次仔细看了一眼顾贵妃的尸体,发现的确奇怪,按理说,人在死后不到半个时辰,尸体就会僵硬变色,可他刚才碰了碰顾贵妃的手,还是热乎的,张灵依正要点头,却现宣武帝朝他投来一道杀人般的目光,立刻改口道,这,这乌鬼原本就异于常人,张灵依说的对,顾贵妃是个乌鬼,这是众所周知的,所以,他不可能翘无声息地被人杀死在这里,那蓝天月点头, 那您的意思是,张灵依一点都听不明白,没有人杀顾贵妃,是他自己杀死自己的,那蓝天月没有说出顾乌雅的事情,因为他觉得,和宣武帝说也没用,反正他只要能证明百里龙岩的清白,就可以了,顾贵妃杀死自己,这怎么可能,宣武帝根本不相信这种鬼话,他眼神不善地,盯着那蓝天月说道,月大师就算你是乌鬼,说话也要有证据的,当然,我现在就把证据拿给你们看,那蓝天月和张灵依,要了把锐利的小刀, 然后在顾紫熙的脑门,用力擦了下去,你这是干什么,宣武帝大惊失色地问道,皇上不是想要证据吗,我正在帮您找啊,那蓝天月手下不停,握刀用力一扯,鲜血似箭,场面十分血腥,放肆,你竟敢对顾贵妃的尸体不敬,来人啊,把这女人给朕拿下,宣武帝怒喝道,他奈何不了百里龙岩,就不信连个误鬼,也拿不下,皇上,请稍安勿躁, 白里龙岩抬手阻止道,不如先看看岳大师在做什么吧,就在他们两人说话之间,那蓝天月已经把顾紫熙的皮给包了下来,露出下面真正的尸体,张灵依正好和那具尸体对了正面,立刻惊慌失措地指着他喊道,这,这不是皇后娘娘,身边的宫女宝珠吗,穿着顾紫熙人皮的正是宝珠, 宣武帝心中一惊,皱眉仔细看去,发现还真是宝珠,这顾贵妃怎么变成宝珠了,福公公也看傻眼了,这就要问之前穿着顾贵妃人皮的人了,那蓝天月把顾紫熙的人皮扔到了宣武帝面前笑道,皇上之前和他朝夕相对,一定知道那人皮藏的人是谁吧,宣武帝看着那空洞的美人皮,脸色变得无比铁青,他没有想到,自己顶着压力,那进宫中的美人,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,想到之前和他夜夜相拥的场景, 胃部顿时一阵翻滚,差点就要吐出来了,皇上,您现在应该相信本王是清白的了吧,白李龙颜在旁边淡淡地说道,宣武帝忍住想要呕吐的心情,对白李龙颜说道,皇帝正没有想到这顾紫熙,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乌鬼,误会之处,还请皇帝见谅,之前还指着白李龙颜喊打喊杀,现在一看苗头不对,立刻拉关系喊皇帝,这宣武帝的脸皮也不是一般的吼,皇上,您误会了,真正的顾紫熙小姐, 是一个正统的乌鬼,只不过他不幸被妖鬼谋害罢了,白李龙颜慢吞吞地说道,妖鬼,宣武帝身为一国之君,自然是知道妖鬼存在,只不过那些妖鬼,一直都不敢对上位者下手,他虽然听说,但也没有放在心上,没有想到,自己真的碰上了,嗯,本王之所以会转到来玉须公,就是因为收到顾贵妃这张纸条,白李龙颜把锦囊递给了宣武帝,等他看完以后,这才说道,真正的顾贵妃可能还没有死,那这张人皮, 宣武帝看向平铺在地上的人皮,可能是真的,也可能是假的,还需要皇上仔细调查一番才行,白李龙颜说得真真假假,本王觉得,不如就从这玉须公开始搜起吧,皇帝说得对,福公公,立刻让侍卫仔细搜索玉须公,连根毛都不能放过,宣武帝恶狠狠地下令道,禁卫君把整个玉须公,仔仔细细搜索一遍,还真的在偏殿地下,发现另一具尸体,那是一个被吃得七零八落的狐狸尸体,不过还是能清楚地看见, 残存的半张脸皮,很像顾仔细之前戴在身边的宫女蓝星,那蓝天月仔细看了,这狐狸妖鬼一眼,对白李龙颜传音道,看样子,应该是昨晚上被吃的,看来这姑屋雅除了能穿人皮,还能通过吞噬同族来修复身体,白李龙颜仔细一想就明白了,仇灵能通过吞噬仇丹恢复修为,姑屋雅应该也可以的,月大师,请您帮朕看看,这到底是什么玩意, 宣武帝现在不敢小看那蓝天月,说话的口气也真成了许多,皇上,这很明显就是一具狐狸妖鬼的尸体啊,那蓝天月凉凉地回道,那您觉得,这具狐狸妖鬼的尸体,怎么会出现在这里,会不会和顾贵妃的死有关,虽然白李龙颜说,顾仔细还没有死,可宣武帝在看见,这张人皮以后,就认定,她的顾贵妃已经死了,后面若是出现什么无脸无皮的人,想要冒充顾贵妃,她绝对不会承认的,这我就不清楚了,那蓝天月摇摇头, 她就算知道什么,也不可能告诉宣武帝的,皇上,此事处处透着蹊跷,还请您好好调查一番,本王就不讨扰了,告辞,白李龙颜见着闹剧已经落幕,宣武帝的态度,她也已经摸清楚了,便转身要走了,皇帝不急,朕还有许多事情想和你请教呢,宣武帝急忙挽留道,她对妖鬼并不了解,想要解决这件事情,只能求白李龙颜帮忙了,不好意思,本王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,改日吧,白李龙颜却根本不理她, 带着那蓝天月扬长而去了,宣武帝目光阴沉地看着白李龙颜的背影,最后也只能下令关闭玉须宫,焚烧陶夜,宝珠和那具狐狸妖鬼的尸首了,两人上了马车,那蓝天月便不屑地说道,这宣武帝脸皮真厚,一看自己搞不定妖鬼的事情,立刻就变脸,想请你帮忙了,她向来如此,不然也坐不上龙椅了, 白李龙颜笑了笑,当时白李家族出了不少英年才俊,个个都有所长,宣武帝只能算是普通,但就是她隐忍到了最后坐上了皇位,你之前不是说,要把太子造反的那封信,给她看吗,那蓝天月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,原本想给她提个醒,不过看她这么凶有成竹的样子,应该也不用本王提醒了,刚才白李龙颜不让那蓝天月,提前说出顾子熙尸体的秘密, 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宣武帝的态度,结果,让她有些失望,宣武帝忍了这么多年,看样子是忍不下去了,难道你想扶太子上位,那蓝天月皱眉,白李燕明也不比宣武帝好到哪里去,先让他们逗一逗再说,白李龙颜无所谓地说道,那你为何不自己做皇帝,那个位置那么苦,谁想去做,白李龙颜露出嫌弃的表情,做皇帝要天天上朝,处理事务,还要被那些大臣管制,他傻了,才去做那个位置,那蓝天月,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宣武帝的态度,结果,让 蓝天月有些无语,他只知道,白李龙颜腹黑,没想到还是个懒人,与其担心宣武帝和太子,不如想想,孤雾雅到底跑哪里去了,白李龙颜捏捏那蓝天月的脸,一点都不喜欢他,担心自己以外的男人,哪怕是敌人,也不行,把他引出来不难,难就难在,要怎么才能杀死他,那蓝天月之前费尽心思布下杀局,结果还是让他给逃了,孤雾雅匆匆逃跑,说明他被你们伤得不轻,短时间内,也不敢再随意出手, 他的事情不急,倒是本王这里有一件紧急的事情,想让那蓝大小姐帮忙,白李龙颜黑眸微弯,伸手拉住那蓝天月的小手,声音暧昧地说道,哦,不知湛王殿下有什么事情,想让本宫帮忙呢,那蓝天月凤眸一眯,流光一彩,红润的嘴角,也弯出一个魅惑的弧度,您看这月圆之夜就要到了,本王一身妖力无处可去,不知那蓝大小姐,可否帮忙接收,白李龙颜靠近那蓝天月,声音充满挑逗,他们除了在龙殿那次是月圆, 其他时候,他都在外面奔波忙碌,实在苦逼,虽然回来还能找那蓝天月帮忙吸收,但总没有月圆之夜来得爽快,那蓝天月就猜白李龙颜要说这个,老实说,每次滚床单,他的灵力都能有所增长,所以,他也并不排斥月圆之夜帮他的忙,但若是,这么轻易答应,这家伙绝对会得寸进尺的,这距离月圆还有几天,到时候再说吧,那蓝天月漫不经心地回答道, 这么说,那蓝大小姐是答应了,白李龙颜何等精明,一看那蓝天月的表情,就知道他答应了,不过他不答应,也不行,反正他到时候,肯定是要过去找他的。 战王殿下耳朵有问题吗,本宫什么时候答应了,那蓝天月看着白李龙颜得意的俊脸,就觉得牙痒痒的,本宫说的是,到时候再说,那就是答应了,白李龙颜无赖地说道,那蓝天月听他这么说,反而有种想对着干的念头,等到了月圆之夜,自己就躲出去,看他怎么办,不过要躲到哪里,才能逃开这家伙的追捕呢? 那蓝天月脑子一转,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,对了,月圆之夜,本宫差点把顾静怡忘了,下一个月圆之夜,就是顾家老宅开启的时候,里面据说藏有能对付顾乌亚的宝物,若是能把这宝物拿到手,那么对付顾乌亚,就多了几分把握,顾静怡是谁,白李龙颜看着那蓝天月兴奋的目光,突然有种很不妙的感觉,顾静怡是,金家那个嫡长女,也是顾家嫡系血脉最后一人,那蓝天月把金静怡的事情说了一遍,你确定他真的是顾家的 嫡系血脉吗,白李龙颜挑眉,他还以为顾家只剩下顾紫熙和姑娅了,千真万确,本宫已经答应他,在下一个月圆之夜,陪他回顾家老宅取宝物,所以,殿下这边只能说声抱歉了,那蓝天月做出可惜的表情,不是他不陪,是真有要紧事啊,既然顾家人已经把事情安排好,那么让花川川和白宇去就行了,他们上次去探访顾家老宅,不是挺好的吗,还杀了只银狐妖鬼,白李龙颜还不死心,做出可怜兮兮的模样说道, 本王真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,忍受妖力暴体的痛苦,你觉得,那只银狐妖鬼能和姑娅,相提并论吗,别说得自己那么可怜,你以前孤零零过了这么多个月圆夜,也没见出什么事啊,那蓝天月鄙视的看了白李龙颜一眼,色欲熏心的家伙,放着正是不做一心,就想拉他上床,也不怕姑娅,拿到顾家宝物,把他老巢端了,好吧,到时候,本王也去看看,白李龙颜摸了摸鼻子,其实他就是说说而已, 不用这么鄙视他吧,不用,你去,也只会帮到忙,那蓝天月果断拒绝,白李龙颜一到月圆夜就失控,别到时候,一风把他拉到深山老林折腾,这种事情,他绝对做得出来,那本王陪你去挥挥这顾静怡总降了吧,白李龙颜无奈地说道, 没什么好会的,这顾静怡长得和顾子熙很像,当然,身上的味道也很像,那蓝天月故意提起,顾子熙最开始那个低劣的魅香,白李龙颜立刻皱起眉头,那股恶臭他绝对不想再闻第二次,但他实在不想和那蓝天月分开,便退而求其次地说道,那本王在外面等你,那蓝天月剑实在甩不开白李龙颜,这块牛皮糖,也只能同意了,那蓝天月回到飞红院,把白李龙颜打去自己的炼丹房,让他有空, 就帮忙做几颗阴阳转圆时,白李龙颜只能苦逼地去帮他做工了,那蓝天月这才把鬼婆婆罩了过来,公主殿下老身,也有事想找您呢? 鬼婆婆失去功德之光护体以后,魂体微微有些虚弱,一天大半时间都蹲在大伏地那里,吸收阴气修炼,鬼婆婆,有什么事情稍后再说,你先陪本宫去找顾小姐,本宫有话要问她,那蓝天月快步来到顾静怡住的院子,却闻到一股鸡蛋的香味,就像是炎炎夏日吹过来的一道微风, 让人打从心里感到舒爽,这是顾家女人的顶级香味,顾静怡不是说对顾家的魅香不了解吗?怎么会有这个香味的? 那蓝天月心中疑惑,推门走了进去,就见顾静怡惊慌失措地收起了手上的东西,这是什么?那蓝天月眼尖,已经看出她手里,拿着的是一个小小的炼香炉,这,这,顾静怡支支吾吾地不敢回话,用求救的眼神看向鬼婆婆,公主殿下,老奴正要和您说这件事情,静怡小姐这几天, 身上突然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,很像是顾家的魅香,鬼婆婆飘出来,替顾静怡解释道,这又不是什么坏事,何必这样遮遮掩掩掩,那蓝天月挑眉, 原本还以为这顾静怡,是个心性不错的,没想到她也有这么多小心思,月大师误会了,顾静怡连忙解释道, 我是因为听鬼婆婆说,我们顾家,竟然有狐狸妖鬼的血脉,担心您会把我交给占星台的人,所以才没敢告诉您的, 其实顾小姐不必害怕,只要你不作恶,本宫绝对不会把你交出去的,对那蓝天月来说,万物皆平等, 只有那些作恶的妖鬼,才是该死的,顾静怡见她说话不像骗人,这才定下心神说道, 我这几天一直觉得身子有些不适,后来腋下突然出一种奇怪的味道,然后就本能地配置出这种魅香了, 之前那蓝天月问她,知不知道顾家魅香的事情,她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, 没有想到,阴差阳错,竟然就把魅香做出来了,你果然是顾家的嫡系血脉, 第一次就能做出这样顶级的香味,甩顾子溪十万八千里,我倒希望自己是个平常人, 顾静一叹了口气,她就算拥有爵士美貌和顶级魅香又怎么样, 还不是只能躲在这小小的院落,担惊受怕,还不如做个普通人来得自在, 顾小姐不必烦恼,等把孤雾雅除掉以后,您想去哪里都可以, 对了,除了这魅香,你还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吗? 其实那蓝天月一直觉得很奇怪,既然这顾家女人有狐狸妖鬼的血脉, 不知道能不能变身成狐狸,或者说露出个狐狸尾巴之类的, 其他就没有了,顾静一也很担心,自己哪天长出一条狐狸尾巴, 或者身上长出毛茸茸的毛,不过目前除了味道有改变,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异常,顾小姐,鬼婆婆,本宫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,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,那蓝天月把孤雾雅的事情说了一遍, 本宫曾经用尽手段布下杀菊重创了她, 但没想到,她竟然能够吞噬童族修复伤口, 所以,顾小姐现在很危险, 现在想来,顾雾雅之所以要残杀童族, 也不只是为了私人恩怨,吞噬童族能够增长修为, 也是她杀人的原因之一,那我该怎么办?顾静一下的花容失色, 连岳大师都没有办法对付那个顾雾雅, 那她更不用说了,现在唯一的办法,就是去顾家老宅, 拿出宝贝看看能不能对付她, 不过她已经现顾家老宅的所在地方, 这次去,只怕也会很凶险, 顾雾雅派了一只修为不低的银湖妖鬼手在顾家老宅附近, 说明她对那里是势哉必得, 这次去能不能顺利得到顾家宝物,还是个未知数, 静怡愿意听您调遣, 现在除了相信岳大师,她也没有其他选择了, 现在距离月圆之夜,还有七天时间, 本宫会给你一件法器, 你这几天就好好练练, 虽然不一定能对付顾雾雅, 但聊胜于无霸, 那蓝天月打算把紫月环借给顾静怡, 顾雅哪怕不要顾家宝物, 也一定会杀顾静怡, 说不定顾静怡也能像张人偷袭丑林那样, 也给顾雅来一下, 多谢岳大师,顾静怡感激地连连道谢, 一个护身的法器对她来说, 比什么媚香都管用, 这是紫月环, 之前本宫已经拿她对付过顾雅雅了, 所以, 你必须小心使用, 免得被她看出来, 那蓝天月拿出紫月环, 把使用的法觉仔细交给顾静怡, 顾静怡十分聪慧, 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方法, 接下来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, 之前紫月环储存的雷电已经全部释放, 那蓝天月又往里面注入新的雷力, 足够顾静怡拿来练手了, 那蓝天月见顾静怡学得差不多以后, 便离开后院来到炼丹房, 百里龙岩正在把玩两颗阴阳转圆时, 大概是昨天刚和那蓝天月双修过的原因, 她现在对妖力的控制很强, 便顺手做了两颗, 这效率比起那蓝天月可强多了, 她看见那蓝天月进来便问道, 你和顾静怡谈得如何了, 她对这位顾家最后一个嫡系血脉, 也是十分重视的, 顾静怡比我们还怕孤雅雅活在这世上, 自然是有求必应的, 不过本宫比较担心顾雅, 会不会在顾家老宅埋下什么陷阱, 顾乌雅的幻境修为极高, 就算有阴阳转圆时在, 也很难保证不会中招, 到时候你多带几个人去, 百里龙岩十分恶腕, 为什么偏偏是月圆之夜呢, 这顾家的人也太会挑日子了, 本宫打算带白羽和花川川去就行了, 带太多人去也没有用, 那蓝天月心中已经有了打算, 这两人有对付狐狸妖鬼的经验, 不会那么轻易上当, 如果不是要保护顾静怡和鬼婆婆, 她连花川川和白羽都不想带去,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, 百里龙岩反复叮嘱道, 嗯, 那蓝天月看着百里龙岩手上的红血石, 不由得叹了口气, 按这样子消耗下去, 红血石根本不够用, 上次对付姑娅的时候, 她手上的六颗阴阳转圆石全废了, 这次要去顾家老宅, 最少人手一颗, 不知道还要消耗多少, 饶是她才大气粗, 也觉得有些心疼了, 百里龙岩放下手中的阴阳转圆石, 薄唇一勾, 露出邪魅的笑容, 本王思库倒是还有一些红血石, 你亲一口, 本王就给你一颗如何, 这交易听起来像是极好的交易, 可他为什么觉得百里龙岩这么欠扁呢, 湛王殿下若是本宫没记错的话, 这姑娅是你们万宝阁的头号敌人吧, 那蓝天月皮笑若不笑地说道, 本宫出钱出力帮你们对付他, 还有脸拿红血石和他谈交易, 你说这话, 真是太伤本王的心了, 百里龙岩猛地捂住肚子, 一副身受打击的模样, 他统领整个苍蓝大陆的万宝阁, 对付妖鬼联盟, 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掌控在手里的, 湛王殿下的心长在肚子嘛, 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啊, 那蓝天月才不会被他这假惺惺的样子所骗, 如果一句话就能让百里龙岩受伤的话, 那他不介意再多说几句, 其实本王已经让金掌柜准备了, 晚点就会送来, 百里龙岩笑嘻嘻地去拉那蓝天月的小手, 他早就嘱咐过金掌柜, 收购来的红宝石都要留下来给那蓝天月了, 这还差不多, 那蓝天月得了好处, 也就不介意让他拉拉小手了, 他眼睛一扫, 落在百里龙岩缸做出来的, 那两颗阴阳转圆石上面, 顿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 不知湛王殿下今晚有没有空, 那蓝天月搂住百里龙岩的脖子甜甜地笑道, 只要那蓝大小姐需要, 本王什么时候都有空的, 百里龙岩暗喜, 莫非这丫头开窍了, 那好, 今晚就请湛王殿下帮忙, 多弄些阴阳转圆石出来吧, 那蓝天月从衣袖里面拿出一袋红血石, 放在他的面前, 百里龙岩俊脸忍不住抽了抽, 问那蓝天月道, 那你呢, 如果是陪那蓝天月一起加工, 能趁机抱抱摸摸, 那他还是愿意的, 本宫累了准备休息, 你好好干活, 若是明早交不出十颗阴阳转圆石, 就别怪本宫对你不客气了, 那蓝天月凤眸一眯, 杀气四溢, 一副追债的地主老财样, 本王知道了百里龙岩长叹口气, 算了, 只要能让那蓝天月开心, 就算做一晚上苦工也无妨, 而且他刚才已经发现, 炼制阴阳转圆石, 对他控制妖力, 也有很大帮助, 特别昨天刚和那蓝天月双修以后, 对妖力的控制更是非常准确, 不像上次刚刚炼制一颗腰纹就跑出来了, 还差点失控, 把那蓝天月办了, 乖那蓝天月对百里龙岩如此识相, 感到非常满意, 难得让他吃别一回, 这感觉真是不错, 看在本王这么听话的份上, 那蓝大小姐就没有什么奖励吗, 百里龙岩立刻顺着杆子往上爬, 伸手搂住那蓝天月的细腰, 把他扯入怀中, 伸手搂住那蓝天月的细腰,